超命大紅腿象龜 自生自滅三十年 Yummy yummy Hello 我叫做紅腿象龜 是八大陸龜之一 我們是屬於雜食類 甚麼都吃 但一樣很耐牙 隨時餓兩三年都沒問題 餓起上來了 吃回自己的咖啡都沒有相干 不是我人理 好像在巴西這隻叫曼紐拉的紅腿象龜 混在雜物房三十年 直至今個月初才被主人發現 他主人都很惡然 一直以為他走失了 怎知三十年來原來一直在屋裡 其實這次真是一個新年奇蹟 事關剛好主人的爸爸過了生 要清理雜物房才找得回曼紐拉 有專家估計 他可以活足三十年 可能是靠性木板下的扮藝維持生命 我們的影響 車椅子